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蹲在这里啊 怎么不进去啊 你不是锁门了吗 我锁门了 你可以敲门啊 你蹲在这里 这多危险啊 你才知道担心我呀 那也没见你给我打个电话 那你要是不想回来 我给你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对 有道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街里逐间下班 哎 你 王姐 干嘛 给你买了床单 我不要 我自己会买 你不是没钱吗 我有没有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了 我没事啊 我很好啊 我没事啊 我很好啊 那你今天说话怎么一样乖气的 我平时说话不是一直这样吗 你是不是找工作不顺利啊 哎呀 不是 你别再烦我了 你到底怎么了 我跟你说了啊 我没事啊 我很好啊 床单给你化妆 你不要糾正了吧 你在干嘛啊 看不出来吗 收拾东西啊 什么时候变这么轻快了 我要搬走了 好好的搬走干嘛 你搬去哪里啊 我搬去女东西那里 让女东西养你啊 你放屁 我要去创业 我要买奔驰 说什么呢 我要买奔驰 哦 你是不是去接我了 谁去接你了 吃醋了 你爱坐什么车 你就坐什么车 你跟我有毛关系啊 行 你干嘛去啊 我跟你说话呢 你干嘛去啊 是不是又去坐奔驰啊 太狡猾了吧你 小姐 干嘛 今天是不是去接我了 我哪有闲工夫去接你啊 那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坐奔驰了 我刚好路过啊 对 我去接你了 我看到你上了奔驰 行了吧 那你下次去接我 能不能今天跟我说一声呢 那你知道什么是惊喜吗 是不是想去接我 我可没有 你要是想 那你以后每天去接我 我还每天去接你 我今天去接你下个班 结果你上了个奔驰 你知道我有多丢人吗 我都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觉得是谁接我呢 哎 谁谁 你不想知道是谁接我 那总不可能是你爹吧 你怎么知道 你这么狡猾 你肯定是骗我的 你要是不信 你明天下午去接我 不就知道是谁了 我不去 我才不想知道呢 我倒要看他爹长什么样子 王琪啊 你不是不来吗 你你爹呢 他没来啊 那你骗我过来干嘛 我不这么说 你能来吗 你还是等你的奔驰去吧 这车没法坐 不要屁股 我不 我就要坐 走吧 那你自己骑吧 我不客气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太狡猾了吧你 哈哈哈哈 王琪 王琪 哎呀 你大晚上的怎么又不睡觉啊干嘛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声音我听到了 你有听到了 你说梦话的声音那么大 那隔着门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哎呀 你快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呢 真的有敲门的声音 你陪我下去看看 那门锁着呢 你怕什么 你不去我就不走了 停 我去看 我看了你赶紧回你房间睡觉啊 快去看看吧 你不要大惊小怪的 尤其在晚上 那会招来看不见的东西的 知道吧 你别吓我 我害怕 这楼上楼下的跑 那等会我都失眠了 快去看看嘛 行 我去看看 没人 快回去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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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关啊 我起啊 你怎么又来了 刚刚又听到那个声音了 我害怕 你怕什么就来什么 你知道吧 哎呀大晚上 你别说这话 本来就害怕 你别一惊一乍了 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你来 你让我坐窗看看 要不 你在我房间睡吧 好呀 你干嘛去啊 我去你房间睡啊 我听听有什么声音啊 哎呀不行 我本来就害怕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那大晚上的大家都在睡觉 哪有什么声音啊 都怪你 你睡不着 你怪我干嘛 你睡不着 还不是你说大晚上 会有人做好的东西 不行 你今天要陪着我 哦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 那你失眠就失眠了 你把我也搞失眠是吧 你太狡猾了吧 你失眠了 你这不是废话吗 那我睡了 拜拜 哈哈哈哈哈哈 李苏珍我出去了啊 饭马上做好了 吃完再出去呗 我不太饿 你自己吃吧 你到晚上出去干嘛 有朋友约我通常玩游戏 哦 男的女的 都有啊 哎对了 你晚上记得把门反锁啊 哎呀 怎么了 切到手了吗 哈哈哈哈 你行不行啊 要不要我帮你啊 你去吧 我走了啊 哎呀 又怎么了 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那掉地上捡起来不就好了嘛 没事没事 我走了 啊 哎呀 哎呀 啊 又怎么了 一惊一乍的 那掉地上捡起来不就好了吗 没事没事 那去吧 我走了啊 你去吧 记得锁门啊 王琪啊 哎你怎么来了 晚上没吃饭 你点饿了吧 还行吗 给 就给你泡好了 嗯不不错嘛 哎 怎么了 还有吃喝一碗 咋 我不去了 你太合情了吧你 那我再去给你泡一泡 吃饱了 你赶紧回去吧 给 变朗加烟 法力无边 你等的还不少呢 行了行了你先回去吧啊 要不 我看你打游戏吧 你会玩啊 我不会啊 你教我呀 我教你 那你不得开个机子啊 不用 我坐你那边 你教我就行 想坐我腿上啊 来 你滚一边去吧 你没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呢啊 什么啊 你不是想省个网费吗 太狡猾了你 李主席 李主席 你别在这睡啊 要不你回去睡吧 嗯那行吧 那随便你吧 你不要去吧 你给我啥 你 我给他留着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然啊 感谢观看